大概你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些就交給我們專業來 有你真好 其餘的 所有議員的建立是 不只這一條 旁邊都要 還要慢慢往蛋白區推進 但是要錢 玩進來 錢的確是韓國瑜現在 要經營高雄市市政最統統的問題 剛才已經講了3125億的負債 不知道要怎麼還 但是中央已經積極的在追債 然後行政院院長還說 要自助才能忍住 他現在要自助 然後議員又追著他要鋪路 現在大概怎麼辦 但是不管要付多大的債 我覺得該鋪的路 還是要繼續鋪下去 雖然借錢要把路鋪好 因為這是人民最基本的需求 我們來看4年前 柯文哲一戰成名 就是因為騎個摩托車 在馬路上走 就說馬路怎麼也鋪不好 那個又鐵板弄 然後害他差點滑倒 所以鋪路是大家最有感的一件事情 你說很多宏大的經濟建設 那些大型的建築物 不一定每個人每天都看得到 但一條不好的馬路 卻是每天每個人都走得到 我們在看 韓國瑜這個直播 我也很意外 1萬多人 我們在對照 行政院這些內閣的直播 有科技部的70人嗎 對 70人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抱一個玩偶娃娃 事實上那個玩偶娃 跟他到底有什麼關係 一般人根本不關心 所以就是有點東師笑評 完全是走錯方向 你看韓國瑜跟他的幕僚之間 他的回答 他的回憶 感覺他是一個完全 沒有價值的一個市長 我覺得這個更加坦出 他們的團隊精神 團隊的默契在哪裡 你講一句 然後不會副市長說 是 長官遵命 不會這種很自私的 這種官場文化說 人家我要更多的錢 所以可以看韓國瑜的 整個的市政團隊 他基本上算是一個 比較沒有價值 而且比較有默契的一個方式 相較於這些 隔月門的東師笑評 然後去買 還有總統 去西門町 這個感覺起來都沒有主題 沒有主題 讓大家無感 所以為什麼說 學韓國瑜 或是學柯文哲 就一定能夠達到他的目的 我認為不是 大家希望這政治人物 還是說你紮紮實實 去把一個事情做好 韓國瑜這個直播 並不是直播一些 他莫名其妙的事情 講一些風花雪月 他直播一個市政 可以看到韓國瑜 在一個月不到 才大概25號距離現在 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他能夠掌握到 市政最基本的需求 大家最基本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我拜託 現在這些閣員 就不要再搞這些直播 我覺得滿難看的 我覺得真的滿難看的 你一來沒有目的 我猜你一定都沒看 我看了一段 我看了一段就是 我說你是七十分之一 對 我看那個報完 我會很好奇他到底在講什麼 我覺得真的不要再做這件事情 大家期待一個政務官 真的紮紮實實的 把你該做的事情做好 教育部的 老委會的 科技部的 把我們的素質提升 把我們的發展拉上去 沒有人在意你去做一個網紅 今天不是因為他網紅而選上 而是因為他的人格特質而選上 網路是他這個工具 是一個載體 當你這個人格特質不明顯 或是你的工作更不適合 去做網紅的時候 拜託 不要再做這些事情了 讓大家各司其職 自己該做自己的事情 不過韓國瑜這個效應看起來 我覺得賴老師剛才講的 會不會有出現一個 就是拜託他選的情況 我覺得事實上有這樣的風聲 慢慢慢慢的出現 我覺得韓國瑜說的也很果斷 但是未來的政治變化 我覺得很難說 當每一個人都覺得 他是超級助選的時候 會有人說 那為什麼不讓助選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可以往下看的劇集 所以你怎麼看 現在整個行政團隊 都在搶做網紅這件事情 我認為各黨任何一黨執政 都不要再消費網紅了 就是去做自己該做的事 人家網紅他們 那是他們的職業 他們的工作 就不要搶人家的工作 如果是他們知識性的 要即便娛樂性的 很無厘頭的人家都有很多 其實人生的哲理在裡面 那也是網民們喜歡看的原因 不過那個我不多做評論 因為我也不看 我也沒辦法看 我是智障型手機 左選擇